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禅修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培养一种开放好奇柔软的心 当拥有清安的心时 禅修的障碍就不会发生 透过将心安住于观禅所得的真意 我们便能逐渐熟悉自己本具的智慧 无常所以一切变得可能 这个可能也就意味着创造和希望 人类是充满欲望的 人们只以积业地追逐这些欲望 因而不得自由 如果不自由就不会自在 也不觉快乐 我们只是因为想到明天 可能失去工作 没有薪水 才经常生活在神经紧张的幻想中 所以减少浪费 致力快乐 才是脱离 精致文明陷阱的 唯一粗鲁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很咬它一口吗 无论人或动物 天生就喜欢追求真实诚恳 智慧的增长给予心足够的沉迷 而让我们有能力分辨 真实或虚伪的修行 智慧资良者 未能断除一切烦恼 福德资良者 未能掌养一切友情 我们要学菩萨行 就必须积极建立 聚集是出世间一切善行 智慧与福德 这是千万不可忘失的修行终点 假如一个人 本着污秦的心续言谈举止 那么苦恼便立刻会跟随他 宛如车轮紧随着宛牛的足体 所以不管是放生也好 导人向善也罢 若将所有的功德加在一起 确实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资良 如果获得解脱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修行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要知道 一切的痛苦都源于自己的欲望 一切诸佛的功德 皆源自利他之行 只有断除真爱自己的我值 菩提心才能顺利地升起 在混乱紧张匆忙的时代里 人的情绪时时刻刻都在不动 所以懂得如何控制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不要总是将焦点 放在情绪的爆发点上 可以利用散散步和一杯水 听一首柔和的音乐 或是找朋友谈谈 让情绪慢慢缓和 欣赏别人就是装原自己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环境就是最好的顾问 而自己就是最好的专家 什么是危机? 危机就是让我们突破现状 创造的转机 什么是挫折? 挫折就是要我们看见 创新生命的价值 不要急着训练别人 应该先管好自己 不要急着想解决别人的问题 先审视自己的问题 佛法可以消除愤怒的心火 痛苦的热度 可以在当下带给我们 快乐与宁静的智慧 我们真正的快乐 来自于完全觉知当下 觉知我们和宇宙一切事物相互关联 和一切众生平等无别 反省死亡 是为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做一番真正的改变 并开始认真看待生命 这通常需要一段时间 独自沉思和神观 唯有如此 才能在纷乱的生活里 认清我们如何对待生命 打开心灵纳扇窗 你将会发现 原来快乐与幸福 是一种感恩 祥和与宁静的心灵状态 修行的第一要件是 你必须爱好真理 具有依寻真理而行的毅力 唯有这样 修行才会进步 否则完全不会成功 那么你将如往常一样 做着烦恼与贪爱的努力 修行者一旦开始执着 任何自我的想法 认为自己比别人好 那么这个修行 就已经不及格了 佛陀佛教导我们 去思维并测试事物 直到能够亲自清楚地 认知为止 唯有如此 我们才有一个合一的回忆处 佛陀从来没有教导我们 去皈依那些自己看不到 或做不到的事物 如果我们落入欲望的陷阱 就会受伤并失去一切自由 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恐惧和焦虑也会弹来痛苦 如果我们能了解 并接受简单生活 且知足 就不会再担忧 就不会再担忧恐惧 为什么我们会在与蛮恨的人相处时生气呢 因为他的诚心唤醒了我们本身之称恨 当你心中再无称心时 面对恶人并非什么受不了的事 事实上 你根本不会再觉得世上有任何恶人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随缘不是得过且过 阴寻苟且 而是静人士听天命 然而重点是 你真的做到了 尽自己本分过每一天吗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烦恼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无常是一种转变 但不是一种宿命 所以无常是自然的 正常的现象 不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的身体在无常和因缘的法则下 一切的疾病 败坏和死亡 都是自然而正常的 我们无需为此而不安 或是生起恐惧害怕 真正的无上正觉 只不过是圆满实现个人的本性 这本性就是佛教徒所称的 旧静、静光或新的内在光明体现 当它圆满实现或正德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佛地 未觉悟的静地 与觉悟的静地之间的差别 在于对空性的了知与经验 了知便体验生死轮回的空性 这本身就是涅槃 恒回与涅槃之间的差异 在于行进 什么是菩萨呢? 菩萨是一位有能量 去了解爱并行动的人 好比观音菩萨的必要本质是爱 而爱在此生中是真实的 观音菩萨是男是女 是黑是白 是小孩或政治家都无所谓 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观音菩萨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是智慧的方法 学佛就是学习佛菩萨的智慧过生活 所以学佛的目的是求智慧 求解脱 脱离我们现在烦恼的生活 如果一天24小时 你所做的一切都以菩萨为动机 就累积了无量功德 每一项行为都变成 不只是你自己成佛的因 安乐的因 也是其他美味 友情安乐的因 大悲观世音菩萨 具备一切功德 这是他历经无量俗世 视线理解与慈悲所累积的功德 他能用爱与慈悲看待一切众生 而在法华经里有一句最美的话 观世音菩萨 不要选择用佛眼来升官 以世俗地的方法修持 如相信佛法三三宝 因果叶宝 佛法的修持等等 这些虽属幻想 但经由 但经由修持善的真有 才能成就正悟佛道的因 进而 进而再透过空性会的修持 来帮助我们清正菩萨 既然心中的思维是安乐的因 既然心中的思维是安乐的因 无我的法则是一把绝妙的钥匙 因为它去除了我们日常物质生活 和究竟精神层面之间的障碍 经常思维着自己的无知 思维自己对浩瀚佛法经论的认识 是如何微博 思维那些虽然知道 是未能实践的无体次第 就算是世俗的教育 自己也所知有限 甚至不能理解自己五蕴 及感官的本质 如是思维 有助于平息我慢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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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举办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敬老活动 社区长者关怀爱心素食餐盒发放 日期10月22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事主法 法会地点草屯镇静安府 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 下旬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购目佛恩 新逢药师佛圣诞 慈悲至业花莲分会 旗见药师法会 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 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 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 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18日早上9点开始 传授八观摘戒 下午1点半开始 佛学讲座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 礼拜药师宝产 大甘露师时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大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从根本而言没有所谓的迷惘 他的身体只是暂时的 听闻的人们啊 简是造成迷惘 身体的原因的本质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 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 我们可以想象 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 如同黑色 是煤炭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 无明和迷惘 就无法被根除 事实上 无明和迷惘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他们无法改变 我们本具的自信 佛性 佛性如黄金般纯然 且不受改变 无明至多 可以暂时遮蔽佛性 但佛性本质 却不会改变 在某些因缘之下 无明暂时形成 一如天空的云朵 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 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 进入云朵之时 却无法触摸到云朵 在这之前 云朵不存在 最后也将消失在 稀薄的空气中 至于太阳 则从未改变 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 无明制造的杖壁 是偶然升起的 是短暂的 是无可知取的 它们无法改变 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 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 无明 一切迷惘着根源 诱惑众生 进入轮回 然而 无论无明 看似多么坚实 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 一毫的实相 既然无明 从未升起 那么它也无法存在 更别说去止灭它的存在 一旦对于空性的了物 去除了无明的杖壁 成佛之自然本质 将显现 一旦崩 吹散了云朵 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 将显露